中國經常用這個低價傾銷的一個方式 傾銷到全球 不過現在卻害到自己的重要是 連跟他稱兄道弟的像是墨西哥 印尼都開始對他寄出關水戰 沒有錯 大家以為就是只有中國 歐盟在美國 歐盟在對付中國 沒有 尤其是印尼 因為印尼剛選的新總統 其實十月份才會就任 結果他現在去訪問中國 習近平就已經用元首去接待他 這再過去是沒有的 表示我很重視印尼 結果印尼真的是 我本來講給你 我背後捅你刀 一口氣對中國的商品加稅多少 一百到兩百趴 好高 多可怕 尤其是他說這個乘衣類 還有陶瓷類 因為都打到我的產業 我當然要加稅 那你不要只有印尼 墨西哥也是跟中國很麻糬 結果的一口氣五百四十四樣的商品 科五趴到五十趴 最高五十趴的稅 而且是一口氣這麼多項 印尼雖然科很高 可是項目沒那麼多 原因何宅 來你看到這個金周刊的報導 印尼的東西很便宜 我們可以理解 可是你怎麼想像 一件背心合台幣只要三十塊錢 一個女生的兩件式套裝 合台幣七十塊錢 連一個類似Nike的球鞋 也只要台幣三百塊 你以為是印尼的嗎 沒有 都是中國製 傾銷到印尼去的 好誇張的價格 對 所以印尼就受不了了 而且你看 印尼政府 跟中國在出口的統計 落差很大 印尼說你每年三十五億賣在這裡 中國說我六十五億 每天賣到那裡 怎麼差了三十億 走私 所以印尼就很不爽 它為什麼要科這麼大重稅 因為你把我的中小企業都打垮 所以2022年的時候 印尼的勞工因此失業的 只有兩萬五 可是去年三十五萬 讓印尼政府受不了 就是因為中國低價傾銷 因為中國低價傾銷 縮工 賭 傭 傭